吉祥如意 爪西爹啦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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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心情快乐 我们新年里面有像的 就是自己每年都有像 自己从此开始重生 新的人生开始 在每天都有改变自己的旧的习气 旧的烦恼 旧的习惯全部要盖掉 新的 真意 真心 真命等等 霸振着的一些新的法门关在自己的灵魂当中 希望自己的心和法融合在一起 心法融合在一起 心里有力量 心里有力量的时候 身体也会健康 身心都健康的情况下 你的周围都是一个诸佛菩萨的加持的坦诚 是诸佛菩萨的坦诚 可以成为自立 也可以成为利达 在新的一年之内 最我们有最有注意的都是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你得先有了解 医疗的资讯 特别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大家要注意健康 有防疫的事情要做 偏常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 在修行的部分呢 每个人都 早上和晚上 或者是 拜天 或者是夜间 都不要忘记散步 常常要气情 接受散步的加持 不要忘记终身 为终身发识别心 尽自己的力量 做利益终身的事情 不要忘记关心 观察自己的心 常常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佛性的功德又显现出来 有慈悲和智慧和餐顶的功力 有日有增长 我们有这样的人生 需要一个正确的方针和计划 修行方面 最后不忘记散步 不忘记终身 不忘记观察自己的心去修行的时候呢 你已经在正道上 修行一定会进步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都不能忘记健康 不能忘记快乐 不能忘记提升自己的智慧 这三件事情也是对人生中最重要的三种事情 有这三个 就是你是有富博的人 有健康的富博 有快乐的富博 有智慧的富博 三种富博都记住的话 你的人生是最圆满的 祝大家的人生圆满 新年快乐 吉祥如鱼 这篇图我说友好 我们不要走 你接着你们就吃点的 好看 没有 你没认识 有点 还要